距离 嗯 就是我们想去看一下那个朝鲜的物价 然后我们今天去的那个叫做光复是吗 是吗 光复是吗 然后那个 因为我们之前接触的地方 很多地方是用人民币的 其实用人民币的还是有 就是那个价格其实是不大不大实在的 就像我们之前买一个香瓜五块钱 然后我问那个他们 他们说你觉得不贵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他们的真实物价 然后今天这个地方看到的呢 因为是用炒币的 所以相当于是他们真实物价的地方 很多人也也不是很 就日常他们 很多人在消费呢 嗯 那商场不多 说是有三个 但是基本上也就反正 像这样子的饼干大概四五块钱吧 嗯 四五块钱 然后这个 这包厂是打算就是我们去那个 去幼儿园公寓院之类的给他们小孩的糖 然后买了一些 这个糖大概是十 我的印象中它是一千三炒币 炒币和人民币的规律是一比一千二的 嗯 所以这个相当于就是十一块钱吧 嗯 现在是十一块钱 然后他应该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我认得对不对 他跟我们介绍说 他们主要的两个食品厂 一个叫五一食品厂 一个叫金冠食品厂 嗯 五一主要是做奶制品的金冠 就做那些小零食糖果之类的 嗯 然后像 嗯 买了这种小鱼干 小鱼干的价格 我看一下我 记得是多少钱 嗯 小鱼干的价格应该很便宜 因为这个很少 这个大概是一块来钱 哦 一块多钱 它是一千五朝币 嗯 一块多人民币吧 然后这个是大酱 这个时候买的大酱 这个大酱大概是十块人民币的样子 嗯 因为 因为在那个青岛是有很多韩餐馆嘛 嗯 所以就是吃韩餐吃的比较多 然后就能 感觉他们的味道和朝鲜这边是有点差异 他们朝鲜这边导游自己也说 嗯 那个味道不大一样 然后 然后还有这个是他们像年糕那样的 就是糯米制品 糯米制品 这一大包大概也是十几块钱吧 嗯 然后我们除了我们买的这些呢 大概买了 这一盒 这一盒不是在这个光河商场买的 而是在开城买的 开城那个地方主要的那个经济支柱 就是人生产业 就人生加工啊 这一盒是人生茶 人生加姜的茶 它是25代25块钱 相当于就是 嗯 哦 不对 是50块钱 50块钱这一盒 他们这种物价就会高一些 就会比你在这种小超市买 而且